这是一家专业卖桃的店 只有桃 我刚才在那坐着看小说 黑女侠木兰花系列 看着看着 看到第六章的时候 突然间来了个大哥 身手办要钱 给我点money 还会说英文 先是说这个保加利亚文 我一听听不懂啊 我说不懂啊 我用英文说的 然后这大哥开始说英文 英文我也没太听懂 它什么意思 它那意思好像是脚受伤了 然后要去医院 然后没钱 我说我也没有啊 我他妈现在想买房子 还差二十多万 我也没钱 你先给我二十万 我再给你付那医药费 对吧 都是穷人 当然有一句话叫什么呢 女人呵护为男女人 换过来也是一样的 穷人呵护为男穷人 都是穷人 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你想要钱 你就要那个大款的钱 就去赌那个大款去 就是那个 比如说谁有钱 开那个好车 保时捷保马什么的 你就上去往那冲 让他撞你一下 或者怎么样 骗点钱 弄点钱 碰瓷吗 中国 你碰他一下 能要好几万 好几十万甚至是 管我要 我也真没有 我也是穷逼一个呀 两个女人给我甩掉 都是因为我太穷了 一个女人家里呀 哪有个几百万 她还是嫌我穷 那个女的姓丁 当时我跟她说 我说你的消费里面不行啊 你不能啥都买最贵的呀 啥都买最贵的 我说你要找那个性价比高的 就是在质量最好的情况下 你挑那个价格比较合适 最低的那个 他说不 他认为钱贵的 一定自然就好 那是两回事 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问题 不在于消费里面 而在于钱 如果我有一个亿的话 我也不会想那么多 你说他都有几百万了 哎呀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 第二个女的 就是我上次录的那个小贩 她呢 家里面一般 然后有个一两百万 就是算房子的话 学算上 也是这个身价的 她可能还没有那么多 就要钱 我觉得我已经补补她的发现 至少给身价的一千万以上 才能看着让 如果说她现在是二十三岁 还是一个处女的话 我认为如果用我的智慧 妹妹知道吧 跟那个 那个刘湘东 不就是什么 一结婚 我分你一半家产 当然 现在结婚 有婚姻法了 分不了一半家产 分不了一半 你约约给我钱呢 那对不对 弄个一千万 不是事 到时候再离呗 这玩意跟谁上 不是上 而且奶茶还不是处女了 你想你要是二十战予的处女 那没有问题 但是她现在已经二十九了 二十九了 说实话 你要再想赠一千万 难了 除非你是像这个 郭文贵讲的这样 你给这个 当关去 混这个官场 然后有机会啊 接触这些上升领导 像那个黄雁女士一样 对她那小手 小嘴 看吧 伺候他们 然后获得权利 用权利来获得金钱 这是一个办法 可是呢 她又不愿意第三下市 伺候别人 然后你又不在那个位置 而且你过的那年龄 你也补补那个资本 说白了 我对她的未来 不是很看好 我曾经跟她说过 我说我是你最好的机会 也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 她跟我说的是 我不管你是好机会 还是最后的机会 我放弃的 我就不在乎 当然你会不在乎 因为你还没有后悔 人只有在后悔的时候 才会在乎 什么时候后悔呢 就是你真正发现 没有机会的时候 你就后悔了 那个时候你会想到 不仅是我 你之前放弃的所有的 那些条件很好 而且人品很好的人 他都会后悔的 他会一一重塑 哎呀 这个 但是跟这个好的 跟这个好 跟这个好 当然我不是他唯一一个后悔的人 但是我会在名单当中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在这种名单上 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但是别忘了 他会在这种行为 不是什么光荣的事 是什么光荣的事 是有关系的事